一口气看完清太祖努尔哈赤的传奇一生 1559年拜新觉罗努尔哈赤出生于赫图阿拉 其父拜新觉罗塔克氏 是明朝女真建州左卫的领袖 1569年努尔哈赤生母席塔罗氏去世 后因继母对自己十分刻薄 努尔哈赤无奈之下投奔外祖父 建州又为领袖王稿 1574年努尔哈赤的外祖父王稿 因反抗明朝被李成良诛杀 但王稿的儿子巴台得以逃脱 此战 努尔哈赤与其弟舒尔哈齐被俘 最后被李成良收留充当仆役 并得到了李成良的栽培 15岁的努尔哈赤在李成良帐下 美战必先屡立战功 托受李成良的赏识 从此二人形影相随 不离左右情同父子 1583年王稿之子阿台 为报复仇起兵功名 李成良随即率军 并为阿台藏身的古乐城 因阿台的妻子是努尔哈赤爷爷 绝昌安的孙女 为了使孙女免于战乱 已经归附李成良的绝昌安 便与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氏 入城劝说阿台投降 不料投降李成良的女真人尼堪外蓝 在城外趁乱喊道 李太师有令谁杀死阿台 谁就做古乐城的城主 城楼上有撕心的士兵 一刀就刺死了阿台 士兵大声说 我是城主了 开门投降 明军趁机进城 然而李成良自食其言 纵兵屠杀古乐城 而进城劝降的努尔哈赤的爷爷绝昌安 和父亲塔克氏一起遭到无杀 这就成为努尔哈赤反抗明朝的七大分之一 1584年得到消息的努尔哈赤质问李成良 我爷爷和父亲为什么被害 李成良自知理亏 便将塔克氏的土地人马送给努尔哈赤以作补偿 努尔哈赤便用爷爷和父亲所移的十三副甲咒起兵 开始了统一女真各部的战争 1586年努尔哈赤认为 尼堪外蓝是杀害爷爷和父亲的元凶 便要求明朝处死尼堪外蓝 但明朝不许 努尔哈赤随即率军攻打尼堪外蓝 尼堪外蓝兵败逃亡俯顺被明军保护起来 努尔哈赤派人向明朝索要尼堪外蓝 明朝见努尔哈赤逐渐势大 而尼堪外蓝已毫无利用价值 决定不再对其进行庇护 努尔哈赤随即派人将尼堪外蓝处死 1587年努尔哈赤吞并 见州女真珠部之一的哲臣部 1588年苏丸部、董厄部、雅尔谷部 三部军民归赴努尔哈赤 持努尔哈赤声势大振 同年努尔哈赤攻灭 剑州女真最后一个对手完颜部后 统一了剑州各部 1593年随着努尔哈赤一统剑州逐渐壮大 终于引起了海西女真的不安 海西女真以夜赫部为盟主 组成九部联军大举进攻努尔哈赤的剑州女真 努尔哈赤率军在古勒山一带 大败海西女真的九部联军 从此女真力量的核心由海西转为剑州 1598年努尔哈赤命长子楚英 统兵出征瓦尔卡诸部 拉开了统一女真三大部之一的野人女真序幕 1599年努尔哈赤创制满文 1601年努尔哈赤去北京向明朝朝贡 同年努尔哈赤整顿军队编制 创建黄、白、红、蓝四旗 后在1615年增设湘黄、湘白、湘红、湘蓝四旗 自此八旗之质确立 1615年努尔哈赤吞并 女真三大部之一的野人女真 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国称寒 国号大金史称厚金 此时的努尔哈赤已经攻占了大部分女真部落 1618年努尔哈赤公开向明朝问罪 并发布《七大恨讨名席文》 正式起兵反明 同年努尔哈赤率军习战俯顺清河 1619年明军集结20万大军 再加上女真叶赫和朝鲜等军队 号称47万大军兵分四路围剿后金 努尔哈赤以平你几路来 我只一路去的战略 在萨尔虎以6万后金军大败20万名军 从此夺取了辽东战场的主动权 1620年努尔哈赤智取明朝重镇开元和铁脸 并使叶赫部成孤立之势 同年努尔哈赤亲率大军一举消灭叶赫部 自此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 1621年努尔哈赤迁都辽阳 1622年努尔哈赤率军 大败辽东惊略熊廷闭和辽东巡抚王化珍 并夺取了辽西重镇广名 1625年努尔哈赤迁都沈阳 1626年1月努尔哈赤发动宁远之战 明朝守将袁崇焕用葡萄牙制的红仪大炮 将后金军打得溃部成军 努尔哈赤无奈下令退军 5月名将毛文龙进攻安山 努尔哈赤随即回师沈阳 7月努尔哈赤身患独居 前往清河汤泉辽养 8月努尔哈赤病逝中年68岁 结束了他传奇的一生